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你看以下这些字在结构上有哪些问题 怎么去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第一个合 合字上下结构啊 上下结构字横下 看收放数项看比例 其实光一个收放关系这个字 它就过不了关 你上部有人字头啊 下部这个米字底的这个横怎么能放开呢 上下结构字上部有人字头的 你记住下面的内容永远是收着写的 人字头之下就没有能放开的 所以说你看合字 我们正确写法应该是撇纳展开 你看人字头撇纳往两边伸展出去 然后你看下部的内容都是收着写的 数横折往里收再来一个横 然后数 然后两数再来一个横 合字你看它下部的内容是收着写的 不是长横 然后你看盐 盐色的盐 大家看一下 右部这个叶子 你是绝对不能写成撇低点高的 这个点你看上部的横向笔画 都是左边低右边高 如果说你最后这个往右下压的这个点 还写成短点 那整个字不就撬上去了吗 重心不对啊 是吧 所以最后一个点画肯定是长点要往下压的 它得要稳住整个字的重心 你看小短横 然后你看撇画往这 好 一撇 两撇 三撇 然后右部你看横 平一些 然后撇 竖 再来一个横折 压一下 好 然后你看撇往这走 长点 写压 你看这个点它得往下压 这是盐子 你看我们来看摞子 很多人写这个摞子 它容易上下错位 为什么上下错位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个子应该写在正中间 和上面这个草字头 上下对齐 中间对齐 它能这样写吗 你要知道下面是整个摞子 不是只有这个个子 它左边还有三点水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 你下面这个摞子的重心 你要找准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上部草字头的重心在哪里 你要知道上下结构的字 上下重心得重合 草字头的重心就在中间 因为它是左右对称的字形 是吧 那三点水 你看 这个摞子的重心应该是在哪里 下部摞子 它的重心应该是在三点水 个子之间 是吧 应该更偏右一些 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可以用 那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三点水点 中间一点靠外 然后提花往上 这是三点水 然后右部 撇 然后横撇 你看 稍微的偏右一点点 你不能说让它正好 在这个草子头范围之下 好 那花放出去 然后你看 树 横折 再来一横 这是摞子 大家看一下 你看 上下你看 是不是对正呢 在一条线上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荒字 荒这个字 你看它问题是什么 底端有撇与树弯钩 它上下结构 横向看收放 底端有撇和树弯钩 展开上不收 这个没错 收放问题没错 但是比例不对 大家注意 下面有纵向笔画的时候 肯定是下面长 上面短 你上面横向笔画 是不能压这么 拉这么长的 你拉这么长 你看下面还有内容 给它收 还有空间给它舒展吗 没有了 那你看荒字 其实应该是 上不接紧凑一些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两树 往中间聚拢点 然后你看横 这个横 其实不必要写太宽 可以再窄一些 然后你看树折 你看这一块 其实是很窄的 而且横向 之间你看 间距压得很近 你要给下部的内容 流出足够的空间 去舒展 你看撇 然后树画 直行往下 再来一个树弯钩 好往外 伸展出去 然后你看向上出勾 这个沟不必要写那么长 稍微再短一点 也可以的 这是荒字 大家看一下 是上窄下宽 然后上短下长的 下面你看 你下面树像笔画 要给它留的空间大一些 这是他们的这个正确写法 大家看一下 想要真的练好字 你一定要去学习 汉字结构组合规律 它是有规律可学的 如果你能够熟练掌握这些规律 那你就能把每个字 往里面去套 利用这些规律 去给它套 去分析它 如果你没有掌握的话 那脱离了字体 你就是不会写的 不知道怎么去安排的 好 我们这期视频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啊 好